嘿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哦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最后一旅路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除旧步行 所以我们蹦蹦呢 可能会有一个艺术月 就是从12月开始我们会欢迎 应该是艺文月吧 我们会欢迎所有的蹦蹦讲者 跟蹦蹦的艺术家 有空到德州来 我们提供两个礼拜免费住职 还有稍微让你体会一下 德州牛仔城的一些cowboy cultural exchange 然后希望能够启发他们有新的创作 有关于在国外旅行的一些创作 然后也希望他们把他们的创作 拿来达拉斯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即将开始是一个艺文祝春的活动 所以欢迎你成为我们蹦蹦的讲者 也成为我们蹦蹦的艺术家 那听说有可能祷告吧 希望四月份我们有第一次的 蹦蹦祝春艺术的艺术展 亚美艺术展 然后正在努力当中 不知道成不成 就看上帝要不要给我们这个工作咯 那今天呢 很特别 我是要跟大家介绍是1月25号 我们上次请了洛秀碧来到我们的蹦蹦讲 然后他那天从一瓶大的 一瓶大的大小的这个摊位 讲到他现在可以成为line 网路网商 微商的这个经济经济的过程 那很特别的是那一天我们竟然有一个 蹦蹦好友 是那天第一次上来 从约旦来的 他上来以后呢 他给我留言了说 Shiny姐我刚刚在FB上听了洛秀碧姐的分享 非常的精彩 然后他想要加入我们蹦蹦的line群组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远的友人 能够想要加入蹦蹦群组 太感谢了 所以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But we do our best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乘胜追击 洛秀碧将为我们带来他的一残绕 那我们现在请洛秀碧跟我们谈谈 跟大家问好 然后跟大家说说什么是一残绕吧 好 谢谢 谢谢Sany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真的 真的很有缘分 然后我来谈一下这个一残绕 其实残绕化已经创办有二十几年了 然后是美国的一对夫妻 他们创办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方法还有教材 然后残绕化呢 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没有对错 没有上下左右 然后没有橡皮擦 然后所有的人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绘画好像离我很遥远 然后这一套绘画方式就是针对 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人 他可以藉由简单的步骤 然后就可以画出一个自己的作品 因为这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每一笔画下去呢 他就 就是最美 然后最完美的线条 所以不管是谁呢 他都很可以轻易的 藉由这样子的方式而上手 那我在台湾 因为台湾很幸运的是 除了在美国 美国本土的认证课以外 我们亚洲区只有台湾跟上海有这个认证的课程 所以呢 我因为太喜欢这个弹道的理念 所以我就去做了这样子认证的教学 然后教学那个认证完了以后呢 我又自己实验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坊间的老师 还是在教那个技法 比如说这条线要怎么画会比较漂亮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美术的 怎么讲 美术基础的人 我也是那种 从素人来的 对对素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发展了一个叫做 没有技法只有心法 可能自己技法 技法不是那么强 然后呢 因为你知道素人的痛苦 所以你有一个解决之道 或素人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呢 就是在那个 领口长根的癌症支援中心 就是在那边 每个礼拜固定有一天 然后呢 在那边寻找有缘人 你看哦 在那边门诊的家属或病患 他们门诊要等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每个礼拜四早上 会有两个小时的在那边 然后只要有人走近 问我说你在干嘛 我就会教他画残道画 然后我在练习 看着他的状态 把我想要传达的理念 藉由禅闹画这个工具 传达给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有趣的 所以也累积了一些经验 然后怎么样可以 把一些身心灵的东西 藉由禅闹画这个工具 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这样子 那现在刚好那个睡末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人就会有一个红包的习俗 所以我们在每年大概年底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画红包带的 这样子的体验课程 那今天很开心 山里老师的邀请 我们就把这个禅闹画呢 延伸的延伸的创作来 做一个那个红包带彩绘的示范 太好了 因为1月21号是我们 Nuna Canada的除夕30 那大年初一叫拜年要给红包 所以今天按照我们的公告 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 一支金色的彩笔 然后跟你的红包带咯 那我们就来跟着洛老师 一步的一步来做这个红包 带的缠绕画 哇那我们现在请秀碧老师 来帮我们介绍红包的 这个缠绕画的款式吧 还有我们要准备的工具 好哦 那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的红包带呢 会建议比较素色跟没有亮光的 然后还要有一点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选择没有香味的 因为坊间的红包带的香味 比较属于那个化学性 所以怕你画的时候会有点晕 之前有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笔呢 我最近有挑了这三款 都是还不错用的 这一个是比较细 细一点的 然后这一个 我们可以试试看 在那个文具店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然后这是属于那个金色的 我们也可以用白色的 只要是可以反光 像现在有很多月光笔都还不错用 现在的笔还算蛮多 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比较习惯或上手就可以 基本上产道化呢 只要一支饼一张纸就可以了 只是我们今天因为要示范那个红包 所以我们把那个纸换成红包带 这样子 好 那以上是工具 然后我们来介绍几个我们今天的图样 好哦 这一个呢 是其实你看起来蛮复杂的 长大话有个特性就是 它藉由简单的步骤 因为每个图案都是可以拆解的 拆解完然后把它重复做 就会变成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金钱术的概念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会用到那个 我拿了一个饼干盒 或者是圆盒子 你就可以画两个圆 然后在那个圆里面填图一样 然后这一个 今天要介绍的部分 这一个也是一个图样 然后这一个图样跟这个图样是一样的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而已 还有这个 这个都是我们的示范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示范的是有一个 那我觉得这一个蛮喜气的图案 这个 这个是我们今天等一下 大家要一起画的成品 那大家如果对缠绕画有兴趣 其实在YouTube都有很多影片是做教学 你要学的图样 很多 现在资源还蛮方便的 只是说 在那个缠绕画里面 有很多老师 他创作的图样 所以如果说你有根画的话 我们可以在你发表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谢谢一下那一个创作的老师 然后说你跟了他 跟了他的画 这样子老师都会很开心 那有时候啊 不太建议说你觉得这个图案很漂亮 把它转发或者是拿去做商业使用 这个是我们在缠绕画里面呢 比较需要注意一下的理解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这一个图样的示范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个元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维特鲁特 来我们来看 他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画一个圆 第二个步骤在圆里面画一个框 我们说外圆内方 有没有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不停的把它画起来 这样子 看起来有点像玫瑰画 然后禅绕画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什么都不是 他看 他是不具象的 所以看起来是 可是他根本就不是 好 那我们在第二个今天要组合的图案是这一个 叫做沙漩涡 好 沙漩涡很特别 他第一个就是好像写一个9 有没有 然后这个9你可以不同的组合这样子 你只要先写一个9 然后再把这个9 把它从外面这样包起来 这样子就是这个图案 然后呢 他的名字很特别 通常我们那个在取名字的时候 都要跟他没关系 只是为了要方便叫他 所以给他一个称号 所以他不具象 所以看起来像也不一定是 然后这样子就不会有那种比较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画一只大象 你就会说 你的比较大 我的比较小 或者是我们要画一个 具象的花 你就会说他像不像 然后我们这边只有线条 然后我们在画产浪画的时候呢 就是你只要在意当下的那一笔 认真的把那一笔画好就可以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咯 所以我们今天要画的就是用到你刚刚这两个pattern 对对对 所以你们看到刚刚那一个就是这一个圆圈圈 然后那个杀旋窝就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要把它填满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一步 好第一步呢 这一个圆呢可以用手画 如果用手画圆的话呢就会比较有手感 像我这一张呢就是用手画的 然后这一个呢是我用了一点小工具 因为我怕大家好没有 就是会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圆 你就可以用一个圆的东西来描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圈圈你可以一样大小 然后也可以不同大小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好哦 然后我们就先来示范一下 当你把圆随意的画好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做他的框 然后我们刚刚说有没有 给他一个视角形 然后这一个纸可以转 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你哪一个比顺最顺 有没有 你就永远画那个最顺的那条弦 所以我们 你看哦 我现在就是不用花脑筋 我就是同步做这个动作就好了 然后因为我这样子最顺嘛 所以我不要去去反方向 比如说我画这样子就不顺 所以我一直用我最顺的那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要转 然后产道画它是一个就是 9公分的小纸砖 就很适合转 红包带也还好 都转得动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然后就一样 比如说 哎 我要 然后你也不一定要画直线哦 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子 就把它画完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已经把全部的圈圈画完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除了那个沙漩涡跟这一个 这一个圆圈圈的图案呢 我给它一点配角 配角我就画一个叶子 它看起来像叶子其实也不是 我就把它做 做一点配置这样 哎 大家有跟上了吗 一起来哦 有 那你这个叶子也要上下对称吗 还是你随意的 不用不用随意 哦 OK 你就是画叶子就好了 画在哪里都可以 在哪里都可以哦 因为我们想说让画面活泼一点 你可以一大一小 然后也可以三个两个 我就随意画一些叶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叶子都画好了以后呢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来画这个 沙漩窝 我先来示范一个 沙漩窝的画法 来我们先写一个酒 我现在是倒着 倒着的酒 然后把它涂满 好 然后你看哦 我就这样子 看 把它包起来 这样是不是重复 好 我再 把那个酒包起来 我再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 嗯 就一直 一直做重复的事 哦哦 其实你写的是酒 不是unlimited的circle 是unlimited的酒 酒 我现在 是这一边嘛 那我也可以写这样子的酒 嗯 然后我就是一直重复 所以我说只要在意当下那一笔就好 你都不用管 等一下会化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这个时候 可以做一个小的 所以你这个也不用 构图 不用 就是你想在哪里加点小的 哪里加个大的 你就继续 可以 画 对 所以哦 刚开始画跟画好 你根本 你不知道你会画什么 很有趣 好 那我现在画一个夸张一点的 好 来 谈到话有一点就是先来后到 我先画到这边碰到他 我假装我在他后面 我就来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延伸过来 好 那我一样哦 你看你的笔顺哦 你顺哪一边就画哪一边 我就是把它包起来 嗯 有没有 嗯 我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边要延伸下来 这条线 我们就顺着顺序 好 然后因为他在他后面 我假装在他后面 所以我又把它包起来 这边有一条 哇 这怎么感觉什么画都美 真的是什么画都美 好美哦 自己会画到很开心 好 然后这边我要像 我从这边长出来也可以 我现在从这边长出来好了 长出一条 然后我就一样 包起来 有没有 你根本就不用想说下一步要干嘛 你就随意让他长出来就好了 然后你那个中间 九跟九之间的空隙是什么 就是随便画线 把它填满就好了 把它填满 好 那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洞 对不对 对 我也可以在这边 做一个小支的 还可以再加小的 可以 你看你就把它包完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叫做留白 我也可以这样子空着不要画 有没有 哦 我就空着不要画 那我今天把这个红包袋 全部装满 散亮亮的钱 我就把它画满 然后你在画这圆圈的时候 你就会 要很开心 哦那个钱啊 一直冒出来 冒出来 有没有 你就会觉得 因为这个是代表那个钱嘛 内源 外 外源内方 然后就是 就是一直长出来 一直长出来 所以你要多少 有多少 你就一直画下去就好了 这样子 有没有觉得很兴奋的感觉 然后你看这一个图案 它整个是翻滚 所以你看呢 我就 反正不管你左边右边 你就是做一样的事就好了 所以这真的不需要美术基础 对不对 等一下我看看你第一个酒 长得怎么样 你这个corner的酒 就这样子 OK好 对 然后你就是一直 让它延伸 我也可以让它 有没有 OK 然后这边 我再长一根 好了 你在空的地方 一个再长一个 要不然就是填起来 是吗 对 看我这根比较长 有没有 然后它会跨过这些 它就在它后面 所以后面画的它在下面 所以藏在下面 下面 下面 所以它在上面 然后你这根在下面 然后画歪了也没关系 因为那个歪歪斜斜 有歪歪斜斜的美感 所以你只要在意当下那一条线就好 好 那假设这边有一个洞 我又不想要再画了 我就在这边把它框起来 哦 你会在那个框框里面做回旋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 有没有 我就把它补满就好了 哎 哦 所以你要空就空 要满就满 然后你爱怎么长 好 比如说 这个头在这里 然后我就再长一根出来 我可以再长一根出来 然后再继续 好 好 那当你每天啊 花个15到30分钟吧 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就什么事都不用想 然后你就找一个图案 然后把它填满 其实这也是那个动态进心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说 哎 静坐冥想 我可能坐不住 然后坐不住就坐这个 同步 不用花脑筋的事 哇 所以你今天用到的就是一个外 外源内方的 还有一个是酒 对 无限的酒做的沙悬化 嗯 很有趣吧 嗯 我跟你讲 现在产道化的图案有发表的有呃 好像有两三千个 然后我们还可以那个纸骰子 所以今天要画哪一个 就是呃 不不晓得要画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纸骰子 或者是抽牌 有没有 嗯 我今天就抽一张牌 我就画哪一个这样 哇 很好玩哦 好像孔雀的眼睛 挺好玩的 对 所以他像这个像那个可是什么都不是 那因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啊 你不管怎么画都不会画错 嗯 就很有趣啊 所以我 我就爱上了他 我觉得好棒哦 嗯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涂满 涂满 比如说 哦 也可以涂满 我也可以 把它涂满 中间的最后那个空格的地方把它涂满 他有一个洞啊 我就把它涂满 对对对对 所以那可以 那因为如果太大的涂满 你会太累 嗯 嗯 所以我可以局部把它涂满 哦 这样很有趣哦 嗯 嗯 把它涂满 好 那你看哦 这个是原来我们要画的那一个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 随意画出来这一个 嗯 元素都一样 可是你每一个画出来都是不一样 嗯 嗯 好有趣哦 哇 你知道吗 你让我想到 呃 应该有二十年前吧 我在达拉斯 看了一场 仲夏夜之梦 是 然后那个舞台的布景 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有黑板 然后粉笔 然后中间它就随着剧情 就是仲夏夜之梦 就是呃 莎士比亚的错点鸳鸯谱嘛 是 它中间有吃了那个迷幻药 然后交换伴侣 对 换错对了 然后它的 它用的布景 就是在那个板上 就是它有些爱心 有些英文字母 我突然想到 看到看到你在画那个酒 我突然想到 它那天的布景 就是完全是缠绕化的概念 是哦 可是那个都好久了 搞不好都二十 十几年前有了 所以它都沉浸在你的心中 种下一个种子 有一天你就会忽然发现 哦 就是这个啊 就找到那个 对不对 哇 好特别哦 好有意思哦 所以不管你画哪一个 你把它画满 然后呢 不用去介意什么构图啦 然后什么什么都不用 所以就是一个酒 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我们今天要画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 本来也有想要画 看一下 本来是想要画这个 哦 这个会很难吗 然后今天又跟你再多拗一个 这个是因为线条 我做了一些变化 我们现在现场 这个我们再来示范这个三分钟就好 我现在这边随意的打点点 打了点 我从这一个点跟这个点把它连成一线 你是随意的点 随意乱点 乱点哦 这一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 然后我在它的左边画两条线 右边画两条线 然后我现在是有抓曲线 对不对 对 那我不想抓曲线的时候 我这个点要跟这个点连起来 然后呢 我就左边画两笔 右边画两笔 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较胖一点 然后我也要从这一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 左边两条 右边两条 好 那我现在要这个点跟这个点连起来 然后我就左边两条 右边两条 然后呢 不断做这件事 就你随意爱画哪就画哪这样 就两点之间变成一个叶 对 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这一点叶子就变成花 对 有没有很有趣 因为我们以前念书有时候闪神的时候啊 就会在那个涂鸦有没有 对 不自主的就是画圈啊 画点啊 重复一直做 有没有 其实就这件事吧 有没有 所以我就不断的让他们两点之间产生连结 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些点是你一开始随意点出来 对 随意点 好 那我现在画到这里没有点了 我就多点两点 所以你你如果距离比较远 你的那个 然后你也没有想说他要成为什么不成为什么 没有没有 你就是在两点之间一直去画这个叶子 对对对 画这个画 所以完全不用花脑筋 也不用构图 也不用想你要画什么 结果慢慢画出来你就会觉得哇 我怎么这么厉害 所以才能画的精髓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画完的时候说哇 原来我可以 然后原来我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所以就会开始由衷的就是开心起来 其实要那一个我怎么这么棒 所以如果他的距离比较小 他的叶子就会比较小 然后呢 他有一些 这边 那他有可能去碰到别人的时候 我就藏在后面 我就会开始躲在后面 然后我这一条线要跟这条线连在一起 我就会躲在后面 有没有 然后就把他填满 他就左二右二 不停的一直画下去 然后让他画出外面 大家有没有开始觉得跃跃欲湿 好 然后这个画完就会变这样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个 然后你画到后面 你不想要全满的话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让他就结束这样子 然后像我们这个点点啊 就可以画一些圈圈 然后也可以把它铺满 越钱越多越好 我们最好就是铺满 满坑满带都是钱这样子 好哦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产道画的示范 哇 好精彩 好精彩 那这个大家可以各自 客制画自己的红包带了哦 我之前画的有一些就是当场 我们有时候那个在外面原油会 义卖就把它卖掉了 然后有的就是 好主意耶 过年的时候呢 就就把它送给我们的家人了 这样子 嗯 好主意 好主意 哇 秀皮老师 那你刚刚意思是说 就是现在是没有对没有错 你随便点点就重复话 这个但是你的意缠绕 这个意的意境是在哪 讲的是说他这个意是一种随缘 是一种追求美好还是怎么样 你这个意的意缠绕 是怎么解释呢 我每开一家店的时候都很喜欢取名字 跟做logo 然后当初这一个产闹化开始的时候 因为产闹化 产闹化也不是我原创的 可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每天照顾好自己的心很重要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意产闹 意就是立日心 每天立志要把 每天要把心照顾好 然后我觉得 自己就觉得很棒这样子 然后我也有在Facebook 就是做了一个粉丝 也就是有关于产闹化的部分 都会在那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你的粉丝页大家要度过什么 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做直播在上面 真的真的真的 可以啊 很有趣 你的那个意缠绕的这个脸书的名字叫什么 叫意缠绕 又叫意缠绕 然后禅就是禅中的禅 那你每天开始在你在画这个意缠绕的时候啊 你这个日心是你那天当天的心情吗 还是你当天有想做的事情 你有预设吗 应该这么说 有很多人呢 在静坐冥想都会跟我说 一个没有基础的人 他们会说我坐不住耶 我静不下来耶 然后我觉得 缠绕化它是可以当成一个动态的进行 你想象每天就是用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 你让自己停下来 然后当你专注在每一笔的那一画的时候 你的脑袋通常就不会想太多 所以你会让自己很自然的静下来 然后我觉得 我在接触产生的话会爱上它 就是我每天花15到30分钟 然后就是让自己 让自己可以让脑袋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 那个 很棒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啊 所以才也 也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去研究 然后也去做认证 然后我觉得 还是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 因为这只是一个分享 它并没有 并没有教学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共享的 其实在这里面 我在这一两年做志工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在所有的教学相长 我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不一样的美好特质 我觉得这个也是 都是我的经历跟养分 所以我很欢迎大家同好 可以在这边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去感受这么美好的东西 哇 今天很谢谢洛老师你的分享 不知道朋友们你画的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后请你秀出来 我们可以秀一下哦 耶 好 谢谢洛老师 谢谢 今天真的是很精彩的分享 然后大家可以开始 今年来画客制化的红包 给你喜欢的朋友们 谢谢 谢谢 谢谢洛老师 谢谢洛老师